现在的美日方面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因为美国、日本和印度、澳大利亚搞的这个印太这个战略 就是这样就是一个美日印澳大利亚的四国联盟 那么这样子它要想加入这个 再加上韩国和东南亚的其他国家 想组成这个东亚的北约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形成了对中国的包围 军事上的碾压 但是现在它唯一的没有完成的就是一个韩国 表示不愿意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东亚也没有淌浑水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要组成这样一个东亚的北约 在事实上有点难度 但是实际上它已经在渐渐的成型了 正朝这个方向 因为前进了 尤其是日本表现的比较接 因为如果是打台湾的话 肯定是对影响到这个应该影响到日本 因为尖克群岛是这样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它就是 钓鱼岛就是属于台湾尼兰县管辖的年来 那么在这种解放台湾的情况下 如果解放钓鱼岛的话 也是等于解放台湾 因为原来在历史上 日本统治的时候 这个钓鱼岛是属于台湾尼兰县管辖的 那么这是在有法律明文的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打台湾的话 那也可以甚至解决这个钓鱼岛问题 就算了解放台湾尼兰县管辖的